14年过去了 孙洪雷和姚晨主演的谍战剧《潜伏》 至今依然是国产谍战剧爱好者 津津乐道的佳作 信仰 爱情 智商 官场百态和太太的客厅 最好的剧 基本都是看什么就有什么 于泽成信仰的改变是潜伏的契机 背后考验的却是一位 顶级特工的智商和能力 日本战败后 于泽成面对官场里的腐败 和种种肮脏交易 对政府彻底失望后 弃暗投明 信仰是一天天建立的 于泽成接到任务后 重新打入敌人内部 在各怀鬼胎的天津站潜伏下来 日日夜夜与狼共舞 在获取情报的同时 也一天天变成一个信仰坚定的人 这是一个顶级特工的成长史 天津站从来都是一个是非之地 站长吴敬忠是个有能力的人 论官场之道 论能力之强 直逼黎明之前 里的局长谭忠树 但这位吴站长完全无心于此 他其实比于泽成更早看透 他的政府是没有未来的 不同的是 于泽成改弦一折 选择新的道路去改变中国 他的选择则是抓紧一切机会 大肆敛财 很多时候 于泽成命悬一线 最后化险为夷 不是于泽成赢了 而是吴敬忠需要他赢 还有争权夺利的陆桥山 试杀狠辣的马魁 这两个都是有能力的聪明人 却因为内斗给了于泽成机会 包括马魁身死后出现的李牙 也为官场上的猜忌 过分地标榜自己 反而失了判断 于泽成是个顶级聪明的人 但他真正厉害的地方 却在于对方的弱点 虽然大家都听烦了 但落到根上 这依然是那一代共产党人信仰的力量 也许现在看来 于泽成生活里出现的三个女人 佐兰 婉秋 翠平 似乎是于泽成厌妇不浅 实则却代表了一种深刻的必然性 先说佐兰 佐兰一度是于泽成的信仰 在他的设想中 日本投降 战争结束 他和心爱的佐兰结婚 从此过着美好幸福的生活 事实证明 他还是太乐观 战争不但没有结束 他还发现自己 寄托希望的政府早就烂透了 而佐兰代表着正确的道路 潜伏在天津战的时候 于泽成最开心的就是自己 终于跟佐兰一起 站到了同一战线上 而这个时候 地下战争露出了他的残酷性 佐兰牺牲 谁也没想到 于泽成能够大字不识 一个的翠平走到一起 于泽成跟翠平 是因为任务走到一起的 于泽成是地下工作者 翠平则是动刀动枪 直面敌人的游击队长 这两个人 从互相轻视到互相理解 最后日久生情走在一起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只可惜 他们的分离也是因为任务 慕婉秋则完全是一个悲剧人物 他住在被吴战长 称为铁杆汉奸的叔叔家里 认识了来家里 替吴镜中搜刮钱财的于泽成 并深深爱上了他 于泽成一番逢场作戏之后 消失在他的生活中 再次相遇 慕婉秋已经嫁作他人妇 过得一点都不开心 婉秋自杀是他悲剧的终结 被于泽成和翠平就回来之后 他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最悲剧的人物拥有最光明的结局 解放后 翠平和于泽成天涯永隔 于泽成却跟婉秋命运般的相遇 两人终于成了同一种人 婉秋却已不是当初的婉秋了 却到天良好个秋